暗能量和反物质的发现是这个经历宇宙学时代的一项重要成就 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纪录片 宇宙探力第九集 暗能量与反物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许是自然界在吸引我们 发现宇宙加速膨胀天文学家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然而自1998年这个发现首次公布以来 科学家们就一直想尽办法来理解一个神秘的存在 现在看来这个存在似乎掌控着宇宙的未来 它就是暗能量 在地球上人迹罕至的高山顶上 几个主要的天文研究中心正忙碌着 最先进的数字传感器 计算机、空调、基础设施和马达 在驱动着巨大的望远镜 位于智利阿塔卡玛沙漠深处的帕拉纳尔天文台 是天文学家心中的胜利 这套设施需要两兆瓦的发电激素 这足以解决两千户家庭的供电需求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天文学家能捕捉到他们所期待的光子 就是没有质量的光威力 这些光子穿越时空来到地球 有数以万亿计的光子来自临近的天体 每秒钟也会有一两个来自遥远的宇宙尽头 在这个经历天文学的年代 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这些粒子的特性 希望能从中找到线索 了解恒星的诞生和死亡 星系如何形成 黑洞如何成长 以及更多的宇宙奥秘 但是随着我们了解的越多 我们越发看到自己是多么无知 相对于宇宙的包罗万象 我们试图了解它的努力 是多么的渺小 研究宇宙整体的宇宙学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古希腊的天文学家们 没有望远镜之类的光学设备 来研究天上的星星 他们创立了许多学说 来解释他们看到的一切 古希腊学者最初认为 世界是由四种基本元素构成的 土 水 火和空气 每种元素都是更基本的物质形式的一个属性 冷 热 干 湿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 他认为宇宙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由四种基本元素构成的地球 另一个则是由恒星和行星组成的世界 亚里士多德认为 这些天体是由四大基本元素之外的 另一种物质构成 它永恒不变 永远不会腐朽 它称之为以太 或者第五元素 古希腊人认为 宇宙是由一系列同心元组成的 而它的中心就是地球 这种想法引出了许多有关宇宙的新发现 比如地球是一颗行星 是太阳系的一部分 处在一个由恒星和气体构成的巨大轮盘之中 也就是银河系之中 银河系被引力束缚在包括三十多个其他星系的本星系群中 本星系群又被引力束缚在含有上千个星系的星系团中 而这个星系团又被束缚于一个由数万个星系构成的超星系团里 我们所在的这个超星系团 大约有一亿光年的空间尺度 而它处于由星系丝 超星系团和浩渺的虚空组成的更大的宇宙格局中 苍穹之广阔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从研究被捕获光子所得到的结果 只是让宇宙最基本的性质变得更加神秘 讽刺的是为了解释宇宙难以捉摸的本质 现代研究模型又引入了古希腊人想象出来的神秘的第五元素 为了理解科学家们现在面临的困境 让我们从头开始追溯 大约一百年前 大部分天文学家都相信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星盘 也就是银河系 他们看到恒星在一大片宇宙尘埃和发光气体中环绕 像我们的太阳一样 而这个岛宇宙整体的大小和形状 看起来是固定不变的 这个看法对爱因斯坦形成了挑战 他一直在研究引力对整个宇宙中的动力学影响 爱因斯坦试图解释 为什么恒星和气体间的引力没有导致宇宙坍塌下来 这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 爱因斯坦推测 宇宙中一定存在某种与引力相抗衡的排斥力支撑着我们的宇宙 他把这种力量称为宇宙常数 并在方程式中用希腊字母兰穆达来表示 他常常被看作一个人为常数 1916年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支持 荷兰物理学家威廉·德西特 求出了爱因斯坦方程式的一个解 为静叹宇宙论提供了支持 之后登场的便是美国天文学家维斯托·斯莱夫 威斯托·斯莱夫在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洛厄尔天文台工作 他观测了天空中的一些毛状光斑 当时这些暗弱光斑被称作悬涡状星云 今天我们把它称为星系 斯莱夫发现这些星云发出的光的颜色有微弱的偏移 这种现象就好像一辆救护车 从我们身边急速驶过时 车顶警报灯在我们眼中产生的变形 如果星系朝着地球的方向移动 它发出的光波被压缩 从而导致星光颜色变蓝 简称蓝蚁 反之光波则会被拉伸 星光颜色变红 又称红蚁 在斯莱夫观测的15个星云中 有12个出现了红蚁 这表明它们在离我们远去 年轻的天文学家艾德温·哈勃 对星云的红蚁现象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他利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 新建的大型胡克望远镜 在这些星云中寻找一类叫做造幅变星的脉动变星 从它们的光变周期可以知道它们的内秉亮度 通过测量这些脉动变星表面的亮度 哈勃就可以计算出它们所在的星系的距离 再结合红蚁的数据 哈勃发现星系距离越远 其远离地球的速度就越快 这个关系被称为哈勃定律 它表明宇宙不是静止的 而是在不断膨胀 阿尼斯坦对这项突破性的研究给予了肯定 并承认他著名的宇宙常数 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错误 哈勃的发现在天文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 因为他揭示了宇宙 是一个动派的世界 不过如果阿尼斯坦活到现在 他肯定会大吃一惊 因为他会发现 他曾经承认失败的理论 现在又不容易 如果宇宙在膨胀 那么宇宙出生时 一定是处在一个炽热的高密度状态 一个宇宙大火球 我们现在称之为宇宙大爆炸 它是宇宙膨胀的原动力 即使宇宙在膨胀 天体间的引力 还是把物质拉拢到一起 形成一个网状结构 而星系和恒星就诞生在这张网里 如果宇宙中的物质足够多 它们之间的引力 会不会胜过大爆炸产生的冲力 导致宇宙重新坍塌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天文学家们继续哈勃的研究 希望能精确测算出宇宙膨胀的速率 借助哈勃太空望远近 和地面上新建的大型天文台 科学家试图测量 超过哈勃所能测量的 更远的距离 人们在第一次谈讨 做完整的科学家 因为它经常是科学家 我们有一个困难的想法 我们有一个困难的想法 可能到两个或三个 但现在这些新的测试 我们真的会接触 整个困难和整个困难 和整个困难 他们在我们告诉我们 并不是我们想听到 造复变星是哈勃的两天尺 如今天文学家则 描上了垂死阶段的恒星 恒星诞生后 便逐渐消耗其内核的氢 当氢消耗殆尽 垂死的恒星便会膨胀 跑掉外层壳 最后只剩下和地球大小相当的残骸 被称为白矮星 白矮星的密度相当大 一茶匙的白矮星物质 就能重达一千吨 如果这颗白矮星碰巧 还在围绕另一颗垂死的恒星运动 它就可能会拉扯着旁边这颗半星 膨胀着的外层物质 以待超过临界点 它将发生爆炸 美国芝加哥大学和阿尔共国家实验所的科学家们 一直在模拟恒星深处的热核反应 核反应的烈焰将其产生了炽热的灰烬 攀至恒星表面 这些核反应灰冲破外层 盘绕在恒星周围 在恒星另一侧的碰撞 就会引发爆炸 这被称为EA型超新星 由于科学家普遍认为 EA型超新星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爆炸 而且亮度极高 因此它们是测量极远距离的理想工具 有两组天文学家在收集宇宙深处的EA型超新星的爆炸 希望以此推测出引力从何时起开始主导宇宙 要捕捕捕捉距离60亿到80亿年前宇宙爆炸事件中遗留下来的点滴光子 即便是当今最灵敏的功能最强大的望远镜 也是一个考验 一旦发现EA型超新星 天文学家就会测量它的红移 红移的数值越高 表明其越接近宇宙的原初爆炸 根据超新星表面的亮度 科学家将测量所得的数据和它的距离联系起来 根据测得的红移结果来看 有些爆炸看起来比预想的亮度要暗淡 这表明爆炸时产生的光 是经过了相当远的距离才传到地球 两组研究人员由此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那就是在很久以前 宇宙膨胀的速度要比现在慢 宇宙要在这段时间内膨胀到现在的大小 它必须得加速 从上世第三十年代开始 科学家们就意识到 宇宙并不一定是它看起来的样子 当时天文学家弗里茨·茲维基 测算了窝撞星云的旋转速度 发现束缚它们的引力 超过由发光物质所能提供引力的一百倍 因此茲维基猜测肯定有望远镜观测不到的引力源存在 并把它称为暗物质 我们的宇宙中存在凡物质 并可以和物质触碰爆炸的可能性 即把科幻语的著作奇思印象 今天科学家在计算机模拟中成功地再现了宇宙的构造 暗物质也被加入到了塑造星系团和宇宙丝状结构的引力源中 不过宇宙中似乎还存在另一种不可见的神秘存在 被称为暗能量 它的存在更加难以捉摸 以水鱼来作为当中 水的密度是每立方厘米重一克 暗能量每立方厘米只有10的-29次方克 也就是小数点后28个零再加上一个一 相当于一立方米的空间内飘荡着五个氢圆子 在用W9卫星威尔金森微波各项异性探测器 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进行扫描后 科学家们得出结论 物质和暗物质只占了大约26%的宇宙组成 剩余的部分都是暗能量 以后1998, Somtform上之一 产生意会 我们发现我们发现 不是只有我们长城的宇宙 并非这种传统是加上传的 这种旧律库的这种情况 既是一种既然会�出那种情况 70%或是是黑使用暗不过的 那么,暗能量究竟是什么呢? 最简单的,可能要回到爱因斯坦和他所说的排斥力,所谓的宇宙常数。 这就是说,空空的宇宙就像一锅煮沸的汤,粒子在其中不停地凭空蹦出,然后又消失。 暗能量就是一种不停地从真空涌出来的能量。 这种描述让人联想到了宇宙中突然地剧烈的能量大爆发。 很多科学家认为宇宙本身就是这种能量大爆发的产物。 宇宙大爆炸发生很久以后,真空能量开始可以在极大空间尺度上对宇宙施加足够的压力,导致它向外扩张。 并且随着宇宙越胀越大,就有越来越多的暗能量,它们导致了宇宙膨胀加速。 另一种解释则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第五元素的概念。 虽然与真空能量类似,理论上第五元素会随时间发生变化。 其他还有很多种理论,其中一种将暗能量和暗物质合二为一,成为一种的暗流体。 这种理论修改了大尺度上的引力的作用。 还有一种理论对背后的物理就挖得更深了。 它认为暗能量推力也许会在某一天转变为拉力, 并预测在大约一百亿年后,宇宙会反过来迅速收缩,坍塌,将时间万物缩回到一个质子的大小。 我们有路可逃吗? 也有部分科学家认为,从观测EA型超新星中得到的发现,也许根本就是净花水月。 所测量的红移距离关系并不是由于宇宙加速膨胀造成的, 而是来自某些未知的大尺度因素。 自从哥白尼表明了地球围绕太阳转以来, 天文学家们就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一个理念之上。 那就是,我们并不生存于一个特殊的地方。 在这种理念下,我们所看到的宇宙和在其他星系看到的宇宙是一样的。 这种假设将我们看到的作为推断浩瀚宇宙的依据。 比如,我们断定宇宙是均匀膨胀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来自早期宇宙的光的温度是均匀的, 其均匀中又包含了某些细小的不均匀。 同时也解释了均匀的星系的分布, 在其中我们又看到了丝状结构和星系团。 可是有没有可能我们至今只看到了宇宙大阪图中的一部分呢? 这就好像我们看着一片沙漠, 就推断世界的其他部分也是一片平坦, 而事实上却到处都是海洋和山脉。 也许在我们可见宇宙之外, 还存在着不均匀的宇宙结构, 形成了河球或炮状结构。 理论上, 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巨型炮状结构的中心, 那么处在泡沫边缘的超新星, 就有可能看起来像是在加速离我们远去。 又或者, 如果是我们处在密度较高的区域, 那么宇宙也有可能看起来是在塌缩。 然而到目前为止, 宇宙加速膨胀的发现还是站得住脚的。 科学家们借助美国航天局探测星系演化的望远镜, 用遥远宇宙中的星系来测量距离, 证实了这一发现。 另一个检验是, 研究人员基于星系的总体引力, 计算了星系坍塌成星系团的速度。 数据显示, 有一股力量在起着反作用, 阻止星系坍塌成星系团。 暗能量的发现是这个精密宇宙学时代的一个重大成果。 讽刺的是, 我们未来遥远的后辈子孙, 可能无法感受它的重大影响。 眼下, 我们正处在超星系团, 是女星系团这个宇宙大都市的远郊。 也许有一天, 漫游引力会将银河系和它的邻居们拖进市区, 并将我们融入到一个巨型星系的大熔炉中。 到那时, 如果广阔的宇宙仍在加速膨胀, 人类就无法再捕捉到大熔炉从何而来的任何证据了。 今天这些还能看到的遥远星系, 到那时, 就会以超越光速的速度, 从我们的视野消失。 那么, 到了遥远的未来, 对于时空的本质, 我们的后代子孙, 也许不会比我们今天知道的更多。 现在, 随着一个个的光子将数据信息一点一滴地带给我们, 我们时刻都在绞尽脑汁, 试图解开暗宇宙之谜。 而与此同时, 它们却在飞速地离开我们模糊的视野, 越来越快。 了解物质与反物质的不对称性, 是现代宇宙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科学家们在地面上, 开始了从实验室捕捉反物质的独屑努力。 2011年5月, 奋进号组员将奥尔法茨浦仪安装到国际空间站上。 此后, 科学家们就一直在仔细搜寻获得的数据, 寻找反物质粒子撞击探测器的迹象。 如果探测器能捕捉到像反氦或者反碳等较重的元素, 那可能就意味着宇宙中存在着足够浓度的反物质, 形成了恒星并产生了这些反元素, 也许还意味着物质与反物质的对称性依然成立。 这类较重的反原子可以存在。 在位于纽约的布鲁克海文美国国家实验室, 科学家们最近让金原子以近乎光速的速度相互碰撞。 在大约十亿次碰撞中, 探测器记录到了十本个反氦原子。 这些反原子由两个反质子和两个反中子组成。 长期以来, 我们的宇宙中存在反物质, 并可以和物质触碰爆炸的可能性, 激发了科幻领域的诸多奇思妙想。 它是脱离太阳系, 前往其他星系的最佳燃料。 如果使用传统火箭燃料仅仅为了能进入轨道, 航天飞机就得装载大约是自身重量15倍的燃料。 而反物质中运藏的能量则完全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理论上, 要将航天飞机推入轨道, 所需的反物质只有一枚硬币大小的量。 由于反物质在我们这个充满普通物质的世界, 极易与物质触碰湮灭, 科学家们面临的挑战是, 先创造出反物质, 并能保留它们足够长的时间, 以赶在它消失前对它进行研究。 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存在的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 阿波罗登月的宇航员登上了月球, 并顺利返航, 并没有发生湮灭。 这证明太阳系的宇宙射线是物质的, 而非反物质。 人类发射的探测器, 已经到达太阳系的各个角落, 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反物质构成的天体。 银河系宇宙射线的物质属性, 可以说是压倒性的。 如果在临近的星系或星系团中存在高密度的反物质, 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观测到粒子和反粒子相遇时释放出的伽玛射线。 同样的道理, 如果宇宙中存在着很多反物质, 一定发生过灾难性的湮灭, 导致宇宙中的大量成分灰飞烟灭。 如果不是这样, 除非反物质在诞生之初就远离了它的双胞胎兄弟, 而且从此生活在我们的视线所不及之处。 当奋进号航天飞机最后一次从空中返回地面时, 阿尔法茨普仪项目团队就开始搜寻太空中的带电粒子流。 与此同时, 科学家也在地面上开始了从实验室捕捉反物质的不懈努力。 欧洲大型物理实验室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就是进行此类研究的场所。 一群科学家正在向人们展示捕获反物质粒子, 并让它存在足够长的时间以进行研究是完全可能的。 在阿尔法实验室, 磁场将粒子束缚住, 并将它们互相分开。 通过电场可以分离出电子和正电子, 然后科学家们小心翼翼地让它们相互接触。 当两个正电子碰撞时, 其中一个会被一个反质子捕获, 形成一个反氢原子。 接下来, 反氢分子会被磁场捕获, 就像一个在浴缸里打转的弹球。 现在我们移走浴缸, 也就是磁场。 反氢分子就会撞向探测器内壁, 然后湮灭, 大量粒子随即倾泻而出。 这一千秒将近十七分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bey Под火干�犠来每七分钟 saiR亡的小时 one thousand seconds is forever Things on the atomic life scale are measured in nanosecond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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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ller perhaps. So this is forever, for an atom to be trapped. The next step, and that's what we're reporting now, is to hold on to it. See how long can we keep it around so that we can study it. After all, that's what we want to do. 我们想要试炼物质物质 比较至物质 看看是否同样 而试炼 我们意思是 与达射丝 或是微波波热 来看看 他们的固定是 如何行动 是否正常像是氧化 还是这间实验室 科研人员已经开始研究 物质与反物质的差异 阿萨库萨原子光谱学 和慢反质子碰撞探测科学家 在尝试测量一个 反质子的确切质量 质子通常位于原子核 电子绕原子核运转 然而奇特的反质子 却取代了电子绕核运动 它在探测器中 只能存在几微秒 但以足够科学家 用一对激光束 去撞击它 测算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质量 如果能发现差异 这种差异肯定也是非常微小的 这种差异能否解释自然界为何选择了物质 以及反物质的消失之谜呢 反物质与物质的差异 也许还隐藏在我们尚未触及的深层物质结构中 九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地球以前是什么样的 宇宙万物都有存在的实现呢 请收看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 宇宙叹律第十集 时间何时停止 科学家们准备投入新一代的新锐武器来研究反物质 欧洲核死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击 可以迫使原子在一个27公里长的隧道加速环绕 进行超高能撞击 看着渐向探测其内壁的大量粒子 科学家满怀希望 期盼能发现夸克与反夸克之间的差异 最近在哥罗比亚大学进行的一项计算机测算 显示了夸克与反夸克之间可能的差异 测算假定这些粒子在我们已知的四维空间之外的更高维度相互作用 不过研究人员仍不能确定 这些差异是否足以解释为何我们身处的世界被物质所主导 了解物质与反物质的不对称性是现代宇宙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完善标准模型理论 或是改变标准模型的某些方面 对于宇宙诞生之初 两种不同物质形态的碰撞 我们似乎可以借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句来表述我们的疑问 究竟是怎样的永恒之手 非凡之眼 才造就出你那令人眩目的云衬之美 而现在我们又要问 在时空出现太古洪荒的一片混沌之中 究竟是什么可以打破自然的对称 推动了斗转星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